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2年的10月26日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皇上刚刚登基就当了大冤种 第二件事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可能会转向 10月24日,我们都见证了资本市场以恐慌抛售的形式 表达了自己对皇上第三任期经济政策的不信任 按照我们对皇上一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了解 果然从10月25日开始,皇上就安排了国家队入场接盘 港股在10月25日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多空对决 最后收盘还是空头略战上风,大盘小幅下跌 然后到了10月26日,不死心的皇上卷土重来 而且很明显下了比昨天更多的本钱 终于港股,A股,中概股在10月26日全部收红 皇上大胜 另外,皇上连人民币汇率也没有放弃 再次安排国有银行下场买入人民币 人民币汇率终于被拉回到7.2左右的位置 10月26日这一天,皇上看起来似乎是大获全胜 但是我可以说他是赢了面子,输了理子 为什么呢?这期视频我们就会来聊一聊 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再来分析一篇目前被广泛议论的 第一财经的一篇社论文章 是关于房地产政策转向的 土地财政究竟何去何从 也许我们可以从中以窥究竟 上一期节目,我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我说这次资本市场的夺路而逃 似乎隐约让我看到了2015年的影子 2015年的股灾,我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 中国股市在2014年迎来了一波空前的牛市 上证指数最高冲到6124点 但是紧接着从2015年6月12日开始 一路下跌 到8月底,两个月时间上证指数急跌45% 只剩2952点 至此,上证指数就进入了一个3000点魔咒 升值也是一样 从6月15日的18211.76点 一路跌到9月15日的9259.65点 三个月跌去一半 创业版同样三个月跌超一半 短短两三个月时间 中国50万到500万的个人账户 消失了21.3万个 500万以上的账户消失了3万个 一场股灾直接干掉了中国3%左右的中产 有些甚至还选择了肉身消失 当年从天台一跃而下的人不计其数 关于2015年股灾的各种细节 你几乎在国内是找不到任何信息的 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不岔开去讲 就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整件事是有人发起的 直接针对习近平的一场金融政变 因为从2014年开始布局 到2015年精准杂盘 割了国家队的韭菜 这里面需要掌握大量的内部信息 甚至还需要有人在习近平身边 引导他犯错 所以这就是一张联合了金融 监管 媒体 甚至互联网的巨大的网 也因为这件事 皇上对金融界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报复 时至今日 仍在进行 事情的最后 皇上虽然组建了国家队出来救世 也亲自找新加坡求救 有了外资的助力 最后稳住了局面 但是损失就是 第一 2015年的外汇储备 直接减少5136.6亿美元 要知道今年美元涨这么狠 到现在为止 外汇储备也就减少了2000多亿美元而已 可想那时候 皇上损失有多严重 第二 为了挽救股灾后的经济 皇上启动了房地产去库存运动 这也给今天的房地产崩盘 埋下了一颗雷 如今经济学界几乎一致认为 2015年是最适合土地财政转型的时机 可惜就这样被一场股灾葬送了 如果2015年的股灾是一场捧杀 那么今年发生在资本市场的震动 就是一场决烈 2015年皇上同样消耗了大量的家底救市 但是也同时请来了外资的助力 有人走 有人接盘 这样的救市就是积极的 但是今日不同 今日皇上只是以一己之力在救市 没有新的外资想接盘 当年救了皇上的新加坡 如今一味畅多中国 只是想给自己在中国的一堆垃圾资产找接盘侠罢了 所以今日的救市是消极的 皇上作为唯一的多头成了帮外资拉高出货的冤大头 这才是最危险的信号 外资都跑光了 资本市场也就可以关门了 顺着这个思路 大家也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最近各个经济部门都不停的向外资示好 连皇上的最严抗议政策都可以向外商网开一面 允许他们自由进出中国 给足了特权 当然是为了让他们不要跑路 对皇上来说 他不是不在乎经济 他只是不在乎民生 他眼里的经济就是他口袋里的美元够不够花 所以今年的经济趋势就是保外需保外资 弃内需弃民生 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一财经的这篇社论文章 题目叫做积极做好 风险资产价值重估的准备 这篇文章为什么这两天引起热议 并被各大媒体争相转载呢 我们看文章的第一句话就知道了 报告强调房住不炒和租购并举的背后 是对经济社会变迁的深刻理解 投资者需做好不动产定价重估的积极准备 大家看到不动产定价重估几个字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房价下跌是不是 难道中国政府不打算拖底房价了吗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去文章里找找答案 文章说到今年以来房贷利率不断下降 中央甚至放权让地方拥有自主降息的权力 但是就算政策宽松成这样 依然没有救活房地产市场 我们参考三季度的房地产数据 无论是价格还是销量投资都是下滑 市场信心根本就是一片悲观 所以文章认为房地产将同其他资产一样 面临风险定价重估和投资逻辑的重塑 这不仅因为二十大报告阐述的房地产发展方向 依然是坚持房住不炒 更主要的是因为社会结构和整体风险偏好 都出现新的调整 住房的居住属性已通过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两个途径得到强化 金融属性则开始退却 这里指的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生育率的下滑将使房地产市场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供给过剩 需求不足的局面 因此房子的金融属性必然要慢慢退去 以后房子的价格就是和租金挂钩 回归居住属性 最后文章很犀利地指出 房地产这一分险资产出现重估定价 是迟早的事儿 且价值重估越早 对社会经济的伤害和拖累越小 昨天我在推特转发这篇社论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表示 这篇东西只是某一家媒体的一篇社论而已 不代表政府的态度 当然就更不能说政府不再拖底房价了 那么我给出的理由是 第一 这篇文章明显是畅摔楼市的 它在告诉大家要做好房价下跌的准备 共产党就房地产救了这么久 几时会允许媒体畅摔楼市了 之前有些地方的楼盘变相降价 立马被上头勒令禁止 第二 平时如果有不合时宜的文章出现 共产党会第一时间让它变成404 但是这篇文章存在超过了两天 而且各大媒体都有转载 可见官方并不反对它畅摔楼市 所以大家认为这还只是一篇普通的社论吗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功课 房住不吵是谁提的呢 皇上提的 2020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是谁下的呢 皇上下的 房产税又是谁想扩大试点呢 哎 还是皇上 所以皇上他真的是一个 想要房价永远上涨的保楼派吗 显然不是啊 我知道这时候大家又会产生疑问了 房价要是跌了 那土地财政不就崩了吗 国企拖着土拍市场 不就是为了保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吗 好 那我们就来看数据 国企拖了土拍市场这么久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状况如何呢 一至九月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至约3.85万亿 看到了吗 就算国有企业拖着土拍市场 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依然打了七折 那么请问国企它拖住土地财政了吗 彭博社今天专门发了一篇文章 披露中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到达空前的位置 财政部本周澳公布的数据显示 各级政府财政赤字达到7.16万亿元人民币 赤字水平创出新高 去年一至九月 财政赤字还只有2.6万亿 今年几乎是去年的三倍呀 一边是土地财政打了七折 一边是赤字变成三倍 而且还有国企因为拖住土拍市场而欠下的巨额的债务 这样要如何破局呢 房价真的能一直不跌吗 这篇社论难道真的是空穴来风吗 我大胆的猜测 新一届国务院班子上台以后 土地财政会马上进行改革 地方政府从依靠卖土地创收转型到收房产税 皇上的思路几乎是和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模一样 只不过皇上这回打的是中产 首先把大量的闲置住宅改成连租房 租给买不起房的穷人 然后向有房一族收房产税 房产税一旦实施 房子的交易价格一定会下跌 但是这并不影响皇上收房产税 因为房产税是按照政府评估价来的 跟买卖价格是两个体系 其次就全中国来看 有房一族和无房一族相比 人数必然是少数 可别忘了李克强说过的那句 中国人还有六亿月收入一千 九亿月收入两千 而这些人才是皇上的基本盘 用房产税盘剥中产 再把闲置房屋廉价租给这些底层 马上皇上就成了这些底层民众心中 新的红太阳了 娇滴滴的中产可不会替皇上去打台湾 只有这些底层才会傻乎乎的心甘情愿 被拉去填海 这才是皇上考虑的重点呢 之前房产税一直推不出去 主要是以韩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同意 他们不愿意执行 但是看看现在这个班子 谁还敢不同意呢 我今天做出的这个预判 到底准不准 过不了多久 大家就会看到结果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